差一点没有进来 就过最后一道安检的时候 在收拾的基本上都收拾完了 把垃圾收拾收拾 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我拿垃圾下去 完事 出发了 离别总是伤感的 然后有三四个朋友吧 三个朋友一直在送我 我是不愿意见这种分别的场面 我本来是不想叫他们 我就偷偷走了 最后没想到另外一个朋友 刚好来找他 后来我想悄悄的 我走了就这么 所以我还是碰到他们 后来我那个哥们老胡 下着雨 刚好现在外面下着雨 然后跑着过来送我 我说幸好我在吃 我说赶紧开赶紧开 我愿意看见这种离别的场面 这雨多大哟 好多人都在拍 现在这雨季啊 这边我印象当中 我来这几个月 就前一个月没怎么下 后面几个月 基本上天天下雨 这排水系统太 太刺了排水系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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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尼布尔机场 人好多啊 明显的时候 比我来的时候人多了 这说明疫情真的过去了 你看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我还戴个口罩 走就换票 已经进来了 这边国安警 给玩似的 就和那个 也不送你身 这个国内的地铁 差不多往上一放 他巴不得你赶紧走 就是走个行事 排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我终于拿到我的登机牌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上机 那个上飞机呢 成功登机 每次我在这个直击口 我都是心有胆心的 因为总感觉可能会少点什么 我应该给大家 就因为对这个话 还是不是很熟嘛 英语也不是很好 不过还好 他现在说慢一点 我也能听得懂 从尼布尔这儿 我现在到萨尔维亚 办直击牌的时候 他问我 最后一个萨尔维亚的 have you have visa 他问我有没有那种 visa 我说那里免签 free free吧 他说ok 这里的服务态度特别好 就跟你说一会话 然后挺热情的 还跟你讲 You're from China China is so good 挺好点好的 反正现在就去排队了 现在过飞机的这一道案件 进了这个案件 应该就能成功进去了吧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到底是现在进吗 还是 还是在外面休息 现在我不太清楚 哎呀 每次坐飞机都是一头雾水 就第一次坐的时候 还不是雾水 因为那是跟团游 他们让怎么着 咱就怎么着 现在一个人单打卢撞了 哎呀 总感觉 心里都有点懵逼 需要拖鞋 就是把所有的手机 放到那个小盒子里面 就最后进到 后机厅的时候 他说我包里面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来的时候 我看了 我就带了两瓶 那个生发液 他好像是不允许带两瓶吧 反正我也没说清楚 我说 this one come here I'm hard no good this is anybody 的药很好 很好 大概就是那意思 他还能听懂了 后来让我重新拿包 再回去过了一遍 后来还说一个什么 叫二克 什么 反正 那个单词 他们这说话 都是有口音的 搞了半天 反正是 把我全翻了一个遍 都可以翻 反正我也没啥东西 最后说 I'm sorry sorry you coming 就是进去了 刚才没缓过来时 继续说这个 刚才查我包的时候 把我的钱包都翻了一遍 我还以为他要小费呢 我说不对吧 我说只有出镜的时候要小费 不可能到机场里面 就是安检部的锅要小费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反正搞了半天 最终还是进来了 现在我这个心还扑扑扑直跳呢 下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吧 就是那个液体的东西 大家还是要看好 不要带太多啊 我带了两瓶 那个那个生发液 他就指着那个了 反正就是 可能就是那个原因吧 因为我这个头发长出来了 我肯定要带 我本来是想 多买上五六瓶的 我就害怕不让带 幸亏这次没有买那么多 反正是大家就是 以后在尼泊尔这坐飞机 我不知道别的机场是什么样 大家就多注意吧 反正他放过钱包的时候 我就是欣欣景气 尽量把钱包里面的 就是就现金 大家藏严实一点 他有时候会看到你 欧元啊 或者美金啊 你要是真是碰上那种 不好了 他给你要一张 他给你来一个首饰 你说你怎么整 人在国外 是不是啊 我可能他说 当时要是真过 要十美金或者多少 我可能就给他了 预计 下次我可能还要来尼泊尔 这儿挺好 因为这儿可以让我生发 在这儿带了半年 头发长出来了 因为之前认识我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我头发什么样 现在比以前比起来 确实好很多 还剩下 一千 一千五 不到两千吧 接近两千尼币 因为来的时候 我当时还有两千尼币的时候 我把它全部换成欧元了 两万尼币才换一百五十欧元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 这个可以收起来了 这一次呢 就上车就不会晕车了 上一次坐飞机 哎呀 现在想起来 真的生不如死 差点没死 没死 那个飞机上面 这得学聪明 这是我从那个 迪拜买的那个晕车药 相当好 那是我 上一次坐游艇 好 这个晕的也是实在不行 上途下泄 人家都在那钓鱼 我都没玩成 到时候把这个药吃了 提前一个小时吃 这次终于不是 大姑娘上花奖 终于不是头一回 咱也有经验了 这次就不会再晕车了